我們關注傳媒對青少年影響的聯席 今年暑假做了一個有關新媒體私隱與溝通的研究 我們訪問了八百多位學生和二百多位家長 了解他們對於新媒體特別在手機下載應用程式的情況 我們有三點主要的發現 第一受接受訪問的人 我們發現大部份對於下載應用程式的權限不清楚 例如在下載應用程式前 有三成的人會有關個人資料提取的聲明 也有很多受訪者特別家長不清楚 原來下載應用程式按照他們的 心智成熟程度的分級制 也有很多不清楚經常應用程式所需要的權限 第二點的發現是受訪者當中 他們不太重視自己的私隱 學生就更加明顯不太關心 但怎樣也好 我發現曾經接受過私隱教育的學生 相對來說他們對於私隱的保障方面 是比較意識和意願高些 第三點的發現是受訪者當我們問他 如果他知道要下載應用程式前 知道應用程式會公開自己個人的資料 他會否繼續下載應用程式 家長方面有三分之二表示不會 但學生少於一半仍然會繼續下載應用程式 這顯示青年人未必很重視保障自己 或朋友的私隱 因此我們全年值有五分五點的建議 包括第一鼓勵青少年多些接受 一些私隱的教育更加學習 如何保護自己 第二我們也建議家長應該與時並進 和子女同步學習了解 和適當地運用程式 第三我們也相信學校或老師 都是要做多些私隱的教育課程 或有關的講座給家長和學生 而第四我們相信政府方面 都是要做多些教材或宣傳 幫有關的學校家長或青年去學習這方面的東西 最後我呼籲業界應用程式開發商 可以自發地限制自己對於 不去取得客戶私人資料的情況 大家希望將會慢慢來 非常糟糕